今天來之前已經在網上做了一些功課 看看review是怎樣 發覺很多人留common都是印度人 負評都有一定的份量 到底行不行呢? 我們經常行過都很想試 因為名字吸引,覺得很有親切感 但親切感還是親切感 可以還是不可以是兩回事 所以今天是六點鐘 星期三 限日來試試 因為旺時如果試的話 可能不公道 廚房做不切 試試限日 我現在嘗試找車位 好,看到水牌 水牌的地址 這個地址 其實這個就是 避風塘小炒 我未來過 聽說街坊式生意 說很夠鍋氣 也有網友介紹叫我過來 反正都要吃飯 不妨來拍一拍吧 現在坐下 其實有桌布和沒有桌布 這樣有桌布的就可供應客人 沒有桌布的就不預算了 我現在三個人來吃飯 就給了一張 五個人、六個人都可以的桌布 我先拍他的特價七和小菜 九九五,我們當是十元 十元的小菜 這裡有些照片 對,這一頁都是 反光,有塊膠紙反光 沒有辦法 這個齋的 我相信你們在網上都見過 很多人都會放上網給人看 就看這個餐牌 我留意到它特別是用煲一煲 會比較大煲 這個蝦飯就好像不需要 我們還未點東西 先上了一個麗湯 也要我們寫下一個電話號碼 作為記錄 我趁現在說麗湯 我喝下去是沒有問題的 它有塊肉在這裏 我們三個人 以現在這個份量 每人匹到兩碗麗湯 其實是很足夠的 去到現在 網上的負評 我覺得又不是很合道理 因為我不斷的階段 實際告訴你 作為一個消費者 會感受到甚麼 去到現在我都覺得OK 而且剛才看的餐牌 很多都是十元一個菜 我剛才叫了四個 四個菜都是四十元加稅 最佳消費 不會太貴吧 現在我做消費者的立場 我現在的心就是這樣想 還有我講一點 暫時我進來 到現在 我看到五台客 其實人種是對半的 有一半 有很大部份是西人 我沒有說過西人 其實你可以再細分一點 它是南亞人 有印度人 有好像菲律賓人 有白人 唐人 看到是兩台 三台 然後走了一台 現在定了兩台 比例上 好像是 不是完全是中國人來吃 很多其他種族的朋友都來吃 好遠不好就不知道 你們可以有另一個想法 有些人想 多西人吃 多外族吃 即是它遷就了他們的口味 那不正宗 但是到現在我覺得是不錯的 看到牆上最頂掛了很多餐 餐的價錢 那邊的那些多數都15元左右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今天剛好拿的那些 全部都是10元左右 來吧 芥蘭牛肉 很多牛肉 現在牛肉是比較貴了 很漂亮 很夠鑊氣 這個是不是10元那個 這個不知是多少錢 我猜是10元那個 不過真的要試試 好多牛肉 不會是知道 因為知道我拿了機器出來拍的 好吃 你們經常說 叫我錄你 不要錄一錄一錄一錄 那你叫我怎麼搞呢 一會兒又說聽不到我說話 一會兒 要說話完全沒有聲音 不過我建議大家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段影片你就不要開咪 開聲聽 只看一看 菜 菜很漂亮 這碟我還未知多少錢 好像10元 這碟我給滿分的 還有剛才就再來問我 湯夠不夠 再可以加 我們都夠 希望招呼 平時都是這樣 不是因為我有鏡頭 焦鹽肉排 焦鹽肉排 聞一下 是否夠香 小小的那些 我便可以直接 不用解開 這個份量 便我叫它正常 OK 扣鍋氣 豬扒 肥瘦適中 但性价比,牛肉是胜很多 这个我给70分 因为不是特别开心 但牛肉看到就很开心 接着是咕噜肉 在网上看相片和这个有点不同 这个应该是猪扒的 刚才知道猪扒的材料 它刚刚炒,但我觉得不够光泽 表面是咕噜的 很脆,但不够光泽 看起来不太开心 因为好像是炒的 我吃了是刚刚炒的 但看起来不太开心 咕噜肉只可以说 是60-65分 为什么我说是即炒 真的即炒 你看这些菜类就知道 如果炒好放到就黄 它还是爽口呢 换了个八珍豆腐煲 大家都知道八珍豆腐煲 这些豆腐煲 就是鸡肉 冬菇 小虾仁 和一些叉烧 基本上粒粒粒 混合 我看一下卖箱 和底有多少 都很多菜 OK 看起来是开心的 最值得试的 八珍豆腐煲 很容易出事就是豆腐 豆腐很容易酸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豆腐没问题 因为我 试过出名的 豆腐都可以是坏了 但这个没问题 然后我留意到 墙上有个牌 荔汤仍有价钱 当你再加荔汤 叫做再加 再加的时候 分开大中小的荔汤 由最便宜的八元 到最大的十六元 不等荔汤 刚才哥哥仔问 要不要加点汤 可以加 我相信现在疫情关系 可能他取消了这件事 因为他没有说要收钱 荔汤要再加 我说够了 其实真的够 我们三个人都喝不完 你猜我在做什么 我尝试把这个牛肉 砌好 砌好 因为我们吃了超过二十五分钟 还是这么大的牛肉 基本上你现在再出餐 让别人看这碟 当是正常的尺寸 都不出奇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牛肉 还有这么多菜 这碟可能不是十元 我待会看单才知道 但味道可以 很大碟 咕噜肉真的不行 猪丸和猪扒是普通的 这个也是普通的 这个也是普通的 OK 但你大见吃得最多 是这碟 你可以知道 这两个会比较抢手 我们吃完 原来有糖水 你喜欢吃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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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芋头很一样 所以我拿一碟最少 但是它的份量 我想一人两碗都够 甜品 我不是很会试的 喝一喝 比较偏甜 但是也很香 好吃的 没问题 作为一个送的甜品 这个完全是够的 大家网友可以告诉我 到底 那个甜品 是不是这样上的 通常我看见 都是一碗碗上的 它整盒 够我们三个人 每人吃两碗 是真的比较多 大家留意 告诉我 是不是这样 但是糖水 OK的 虽然是偏甜 但是 吃下去是舒服的 原来我真的叫送 不私价 牛肉是15元 但是15元都可以 因为它真的炒得好吃 而且很大碟 其他的那些 正常 加白饭 另外 没有小费 这个价钱加小费 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属于满意的行列 里面 是满意的 吃 普通晚饭 这些饭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 但是如果你说 来这些餐 这些地方 你应该吃一些 避风囊炒蟹 或者龙虾那些 不是个个都来吃这些 我今日的心情 我是想吃这些 OK 我只是普通晚饭 整体来说 我是满意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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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